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的成交量是900多亿 但是加圈指数正式收盘的时候 占上了9000点 那么今天占上9000点 盘面上面的架构 上个礼拜我们提醒了 这个礼拜台股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么就是滚量 那么除了滚量 它还是要滚量 那滚量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强调 这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把整个霸盘的结构 它不能是去涨 跌升反弹的这些股票 而是必须原主流再度的带动 这个大盘创新高 但是今天是第一天 给它三天的时间来看 那么今天台股上涨0.6% 加圈指数上涨58点 收在9000点 那么以电子类股来看 今天只有涨0.6% 那其他强势的方向落在哪里 落在金融 落在橡胶 落在这些所谓的传三股跟金融股的轮动上 就结构上面来看 今天是第一天的短线瑕疵 但是还是可以弥补 因为这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电子股往上攻的时候 那么当然上个礼拜五大家很开心 因为大力光亮灯涨停板 带动了很多的苹果概念股反弹 那我也很开心 至少你在手上套来的这些苹果概念股 就极短线上面来讲 它既然被归类到落后补涨 那么至少它会有一个涨字嘛 对不对 你可以高涨套来的苹果概念股 少赔一点 可以让你有比较大的空间跟时间 让你做出托 那么当然 今天大力光往上再创波段新高 但是你要去观察的事情是 这个礼拜结构会不会变成一个 比较让我担心的事情 就是烟火已经开始倒数了 因为旁边上面有很多 比较属于内置型的股票 今天台股来到了9000点 那么不但没有创新高 而且还逆势破了大量的低点 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 毕竟我们每天在谈大力光 每天在谈台积电 99.9%的投资朋友 你是无感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手上的这些 比较偏向内置型的股票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它不会等到大盘开始跌 它才跌 它会领先大盘建高点 而且这些内置型的股票 通常都是走肩头反转 这个要注意 那么先把大盘给台湾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周线的时候 以结构上面来看 我们先强调一件事情 台股在这一波创新高 今天来到了9000点 那么这个礼拜首要的任务 当然就是滚量 那么今天有900多亿 尚可接受 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滚出 1100亿到1300亿的成交量 用周线的形态做一个真突破 如果是假突破它就会增拉回 这个是差别上面的结构 所以电子股还是必须弹钢主流 那么当然涨大力光今天创新高 OK 但是台积电还没有创高 这两个在轮动的过程 要特别留意台积电 那么反弹股里面 其实今天反弹的在上个礼拜来讲 气势很强的股票 今天都稍微震荡做休息 毕竟我们讲一个逻辑上面的观念 就是说当台股上个礼拜来到8900 今天你看到9000点 那么从低档7600点 涨到创波段新高9000点 如果你的个股 它还是属于落后补涨型 那么只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它可能基本面不佳 但是短线跌升了它就反弹 第二个它筹码已经相当凌乱 所以即使它有利多 它也涨不上来 这个都是归类在于说 当整个台股创新高的时候 有人带你去布局这样子的股票 大概就是这两个原因 它才会再低档 所以最好旁边上面反弹的股票 不要涨太凶 如果涨很凶 那只证明一件事情 强势股涨不动 开始去拉这些反弹股 所以上个礼拜谈到说 这个礼拜多头还会往上涨 因为上个礼拜是反弹第10周 距离第13周的时间转折 还有时间 那么日线上面上个礼拜 不是涨到第15天 距离21天的转折 在下个礼拜一 它也还有时间 所以我上个礼拜告诉你 这个多方它还有时间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仰 套 跟陶 所以这一波英式操盘的起点 到后面站上季线 我说过了 当控盘者愿意表态的时候 当然指数创新高是很合理的 对不对 可是当阶段性目标达到的时候 就准备开始放烟火了 不是吗 所以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价券指数创波段新高 那么今天台股再创波段新高 来到908点 那么尾盘收在相对高 差一点点又收最高 那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过去在7900点 拉到8840点的时候 这段时间上涨的格局 大概是25天 那么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前一波上去的时候 角度也是很陡 盘整大概一两个礼拜 就往下走 对不对 那这一波涨了20天 回档11天 再往上涨到第16天 如果以时间波转折来看 我们上个礼拜推嘛 这个礼拜多方还有时间 大概是5到6个交易日 可以去创新高 但是问题是 今天台股重回9000点 我认为就是强嘎指数而已 当然有些人尤其是外资 他不信人气换不回 但是我还是这样子看 我说拉的越高 你小心跌的越深 前一波直接拉25天 盘整完毕之后 就直接杀下来 从8400到7999 这一波拉的位置更高 来到了9000点 9000点如果用官股的态度来看 那么官股是持续的做减码 减码到7000点以下 那么一个是占多方 一个是占多方 看你怎么看而已 但是我认为 目前台股正在进行 最后的阶段 最后的阶段 那么台股的烟火已经开始倒数了 已经开始倒数了 今天台股攻9000 你是觉得欢欣股物 还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指数寸高 我的股票涨不动 如果你买错股票 这个烟火还没放完之前 你的股票就下来了 就下来了 所以上个礼拜 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外资疯狂的涌入台股 那么他让他新台币 那么直接做升值的动作 你试着去想 新台币如果升值 那么我们已经连续经历了 十几个月的出口衰退 会不会又从黄蓝灯 再度变回蓝灯 这是一个警讯 来 所以我的看法是 没有涨不完的行情 也没有用不完的资金 外资也是人啊 他也有部位啊 他不可能无限量的买超台股 所以台子结送完毕之后 变盘转折在即 变盘转折在即 那大家都看过烟火 所以这个烟火 如果你曾经到现场去看过 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好几次 那么如果你在现场看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 当烟火放完的时候 大家几乎不约而同 同时回头 然后呢所有人 就从看烟火的地方开始疏散 那以前我们在看烟火 尤其是我看了几次的烟火 我第一次的经验是想要跑到最近的地方看 然后我真的也都挤到最前面去了 然后呢等烟火放完之后我发现 从我烟火放完到我回到我的车子上面 我总共花了快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根本走不动 所以后面几次我看烟火的时候 因为印度很高嘛 那我就站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距离蛋黄区域啊 再出来一点点 这称之为蛋白区对不对 那么在那边看完之后 一样啊烟火很美丽 但是当烟火放完我疏散 我要回到我的车子上面 大概只花了20分钟 你贴懂我所谓意思吗 所以当烟火快放完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眷恋 要去看完那最后一分一秒 才想离开 提早离场 这个台股的烟火 你提早离场 你才不会到时候人挤人 到时候呢 人挤人如果走不出去 就会变成人采人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预告 这个礼拜多方会奋力一级 当你整个营面 尤其是期货的部分 通通大胜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做到最后一秒 但是个股的部分 你不需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因为我已经告诉过 你标准答案了 这波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他从低点7627点 买到今天9000点 我相信一样持续买超 他的买超早就超过万点的水准了 可是官股却是反向的在卖 到底谁最后会是赢家 筹码做决定 但是就历史经验来看 往往外资在最后一波的时候 他买到的筹码 后面往下卖 都不会是相对高点 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 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指数 当然就是电子指数 电子指数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上个礼拜我们提醒过了 当他走到第五波来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放量 就必须要放量 去把103年7月的反压 正式做突破 但是今天观察第一天 很可惜 今天电子股他并没有放很大的量能 那么如果这个礼拜 电子股再攻不动 或者是一直用跌升反弹的股票 在串场 那么你要特别小心 至于接下来你该怎么看 个股上面的差异 谢谢他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每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永远 每天 回到现场 今天台股再上9000点 台股的烟火正式开始倒数 当然台股上9000 什么跌生的阿妈阿狗都会涨 那你要注意哦 台股供9000 我给你的结论是 没有涨不完的行情 也没有用不完的资金 你提早离场 到时候才不会人挤人 这个礼拜关牌重点 当然是电子股 各位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电子股 你如果平心而论 甚至你这一波 涨得比电子指数还弱 不可否认嘛 对不对 很多人手上的电子股 根本没有这么飘悍的走势 那这波涨什么 大力光 台积电 对不对 那电子指数来到这个位置 要特别留意哦 如果你连结这两条 好 上位区域线 它是一个轨道 对不对 轨道如果跌破或突破 你要特别留意的 不是它的位置 而是量能 电子指数目前是走量缩 走量缩 量缩做突破 一旦失败 假突破会变成真拉回 那就会很麻烦 它很麻烦 所以我讲说 技术形态有它的一旬的道理 你真突破假突破 价可以骗人 量骗不了人 为什么电子股不敢放量 这个轨道的上缘 面临了103年7月的反压 带量来过 带量来过 如果过不了 小心 小心 当然台湾有台积电 是非常的荣幸 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还能够这样多头 这波推到了9000点 但 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你手上的不会是大力光 也不会是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抢救苹果大作战 这是Part 2 第一次我们抢救的时候 在哪里 之前大力光破2000块 来到3月的时候 我在抢救你 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大力光涨5成 有什么需要好抢救的 事后你证明 大力光跌下来这一段 台股到7992点 很多的苹果概念股 却随着那一波 大力光反弹5成之后 再也没有回到类似 像大力光相对的位置 因为筹码跟基本面的问题 不是吗 所以上个礼拜五 大力光飙涨停 毛利率创新高 恭喜大力光 很有竞争力 外资持续加码 但是 这些苹果概念股 如果你当时在大力光 大涨5成的时候去买 外资调高平等 对不对 结果你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印象深刻 我在讲这些股票的时候 当时大力光反弹5成 后面破了嘛 对不对 或者我告诉你 凯胜 小心 外资买了一钢子 涨了8成了 不要 随便乱追 而且当时破线 如果你当时没卖 后面凯胜破底 后面凯胜回到108 你很难想像 如果以相对位置来看 这是大力光破2000块的位置 那为什么凯胜回来了 后面上不去 原因在这里嘛 来 我说外资这一波 押对保 大买大力光 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一手买大力光 一手在调节你手上的凯胜 天使跟魔鬼都是他啦 外资 今天5264的凯胜有反弹 OK啊 有反弹 挺好 有反弹 你如果这边 买的 你回头看这个反弹 台股都来到这边了 我的股票怎么还在这里 这是相对论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一波的危机 不在于这些指标股 我说过的 指标股它只是告诉你 你现在该注意什么事项 该注意怎么操作 但是有些东西它会提早反应 就像我车标说写的 台股进入末日围城 这一波台股到9000点 我等一下给你看这些股票 你回头过来看 我都没买这么大股 我都要小股 那你要特别小心 前一波我们在讲 台股为什么会有危机的时候 其实我讲过几个道理 我说结构上面它会告诉你 很多的事情 你不需要等到指数跌 才发现 我们直接在讲盘面结构的时候 第一次的招决定在哪里 三月多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讲末日围城吗 不是 那时候我讲紧急召集令而已 今天我加上末日围城 因为结构已经不一样了 我之前在谈的时候 我讲过 8840点见高点 对不对 那我什么时候说保守的 我整整讲了快两个礼拜的保守 我算筹码给你看 我算时空背景给你看 后面台股直接一波杀下来 7999点 对不对 当时你的股票就像凯胜一样 再也回不去了 那你去想 如果这一波再来一次呢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 当我们看见有迹象的时候 我们会提早告诉你 我提早讲保守的时候是3月17号 但是台股后面有没有创新高 台股后面有创新高 就跟今天一样嘛 后面有创新高啊 可是创新高又怎么样 如果你买错的股票 早就从这边开始跌下来了 不会等到指数跌 所以这是我们末日为成的目标 由于现在指数拉到9000点了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 之前我们第一波的初级 从8840点摔到7999点 这也是我们二度初级的目标 当然是要翻倍 拉的越高 跌的越快 而且跌的越深 跌的越深 所以有些周小勤谷 我们之前讲说 第一次空军集结 有些迹象是你很明显看得出来 像2498宏打电 当时嘎空完毕 直接杀 对不对 杀完三成再杀三成 你只要中了其中一次 现在的反弹跟你没关系了 先避开危机 不要等人潮散去了 你想要说 哇我要卖股票了 来不及了 当时我在讲泰伟 现在看是历史天价 对不对 我是四块九毛钱 不啰嗦直接腰斩 为什么我说中小型股你要小心 台北股市的中小型股 很喜欢走尖头翻转 他让你想的时间就有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先嘎空后杀多的指标 好很多了 勤美 23块7毛钱涨到43块2毛钱 贴席 空单补在这里 对不对 先进光 3362来 今天台股创新高 台股今天创新高 我再讲一次台股今天创新高 关门了 加零 来 7月12号我说关门 今天台股创新高 盘中破低点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成交量 只剩下1000张而已 之前在冲 连续两三天 三四千张的量 滚出1万张的量 下来 这不叫逃命 这叫什么叫逃命 洪森 这波也是标股 这没有人再讲了 对不对 9块5毛钱 涨到45块5毛钱 涨了378% 去年还赔钱 今年第一季还在赔钱 为什么这么标 筹码站 筹码站完毕之后 就是回归基本面 对不对 回归基本面 我讲完隔一天跌停 这两天没有反弹 有反弹 反弹上来就是空 因为最大量已经套牢 已经套牢 中小型股 就跟之前的泰围一样 如果只是纯粹筹码站 没有基本面的搭配 小型 复制泰围的模式 一跌跌五成 而且刹车都不踩 什么季线啊支撑啊 通通都没有用 回归基本面 所以有些股票 从12块4毛钱涨到45块5毛钱 这种嘎空股 高档爆量的 你要自己小心 这种嘎空股 我们今天会带新会员均域在空 基础形态上面来讲 这一条上缘 做一个假突破黑K 既然他是假突破 后面就是真拿回 有些高价股 形象 看法没有变 就是空 就是空 PA族群 贴席空 今天有另外一档 PA的股票也是一样 大盘现在创新高 居然领先台股破季线 而且贴席 就是空 就是空 因为行情 尤其是个股 我们再讲一次 他不会等到大盘真的下来 才让你 才让你真的觉得 我需要卖股票了 台股在这边上9000点 很多人欢欣鼓舞 我会告诉你 烟火开始倒数中 你不用等到最后一分一秒 烟火真的放完了 你才想离场 你已经发现自己手上的股票 出现技术形态上面的瑕疵 但是不晓得怎么处理的 我欢迎你 打通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 跟着我们一起开始 放空个股 出贵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本投股公司 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